站住 干什么 进香的 里边正在捉拿新饭 谁也不能进 下车 不要动手 不要动手 不要打了 八总爷在里面办案 闲杂人等不得入内 他们不是什么闲杂人等 我带他们进去无访 大人认识这些人 他们都是本县请来的贵宾 你们可不能对他们无礼 自然分明是个贼 这是什么贵宾 指人为贼 可要有证据 这不是证据吗 这把剑是我们八总爷的 八总爷还悬赏五十两银子 找这把剑哪 哪儿 你们干什么 阿玉 娘 阿玉 娘 我还没用 我还没能保护好娘 让娘受委屈了 二该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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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玉 好热闹 这一阵势如何 这算什么阵势 挤锅子 不是香儿 你可得好好谢谢我 你瞧瞧 和朋友们 我喂 味道 这银子我已经交给衙门了 我出了城 这银子自然就归衙门所有了 这银子我可是统统交给八宗爷了 衙门里可是分文未留 这账记不到我头上 你又是哪根葱 八宗爷的刀你碰得起吗? 八宗爷的刀我碰不起 不过八宗爷的荷包我倒是想掂量掂量 这是什么意思 借一步说话 八宗, 这人好面熟 好像在哪见过 咱们开门见山吧 那个叫马沫尔阿自沁的女子 我要替她输身 我看你也是个空心大老官 身上也逃不出什么来 输季晓岚的银票就是我掏出来的 输这个西域女子可没有输季晓岚那么便宜 只要你开个价就好商量 千日花红铅富贵 五百罗汉到藤来 那个对折 你是漫天要价我就就地还钱 那就将就你了 这个人我一定见过 只是一时是想不起来 走 方总爷 这家伙偷有的金剑 我们把他给逮着了 给我带回去, 好好收拾他 慢 连这个人我一倒数了 你老大身上到底有多少银子 一个毛贼能值几个钱 五十两银子算是你借的 可乐而不为 五百五十两银票 当面前清吧 来 把这个大银子给我拿了 怎么?你想连我袋子里的银票 都拿去了? 你这些银票张张都是黄庄票子 你哪来这些黄庄票子 有人说我把总府印假票 果然你才是胆大妄为 印假票的 现在是要人证有人证 要物证有物证 给我把了回去 站开… 站开… 让开, 让开, 闭 安妾也大惊ご请 臣赵慧 臣刘统军 护驾来迟 战恕臣罪 是皇上 是皇上 就是在千扫宴上 见到的那个人 他老了 有红子 奴才莫连给主子磕走 赶主子万岁万岁万万岁 皇上到 万岁万岁万万岁 平身 万岁爷出了头 奴才被太后打得劈开肉战 这会儿可算找着万岁爷了 奴才有活路了 大将军班师回朝 却见不着皇上 大将军说皇上必在花马池 臣随大将军星夜兼程 赶往花马池见驾 路过此山 见到山上人奔马池 这才来到了洪莲安 托天之幸 得以面意圣驾 臣等真是问不能溢喜不自胜 朕出来散散心而已 连累你等受苦了 回去以后各有赏赐 谢皇上 皇上出来这哪是散心 您看您那胡子都急得冒了一点了 皇上要留胡子 得留关云长的 不能像张义德 皇上 我把您用的剃须刀给您带来了 我给您剃 这刀不成 不成 这宗胶太厚了 宗胶 皇上脸上怎么会长宗胶 这人到中年 这脸上自然会长宗胶来 刘爱卿 你可曾有这个经验 臣等天天脸上长宗胶 天天长 无宗胶可有护脸皮 无护脸皮 可以伺候皇上 如果皇上要用最快的刀 我这倒有一把 这个朕倒要试试 你们都误会了 香仁儿只是想用这把锋利的匕首 绑朕地下胡子 是吗 香仁儿 刀口快要小心是吗 这的确是一把戾气 一上手便知道它的分量